一个日本女孩因为喜欢大熊猫 来到四川成都做大熊猫自养员 为了和大熊猫交流 她甚至学说四川话 一起看看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来自日本新识院的阿布展址 现时是唯一一个外籍自养员 因为自幼就喜欢大熊猫 她先在日本学习汉语专业 之后去到四川农业大学 学习动物保护 终于三年前实现梦想 成为基地的自养员 不过学中文都未够 和大熊猫沟通要懂得说家乡话 我还是跟熊猫要说四川话 就比如说把外面的熊猫叫回来的时候 他们就听惯自己的四川话的名字的反应 比如说我用普通话叫他们 他们没反应 很多喜欢动物的人 都想成为自养员 不过阿布展址说 大熊猫自养员这份工作 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有趣轻松的 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储备 才可以通过基地的口核评定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爱心 每天的思想工作很累 拿很重的东西 还要抱熊猫 靠体力的 每天看着熊猫吃竹子 他们过得开心的样子 我就很开心 对于未来人生规划 阿布展指说 即使以后不做自养员 也都希望继续从事 和大熊猫相关的工作 无线电视记者黎在山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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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